520新政府上任前 中国又有蛮横行为 继1月底片面宣布取消M503航线上西偏制后 19号清晨又突袭式公告 要启用两条衔接航线W122和W123 位置和台湾飞马祖南北干及金门的航路十分接近 航上M503和台北飞航情报区的距离 缩短到只剩4.2海里 中国此举形同是在模糊海沙中线 这个做法是为了政治目的罔顾飞安 是不是要在台湾520我们民主选举 总统交接之际要搞事情 或者在拉大加大对台湾的政治施压之外 我们看不到任何文明遵守国际规范的做法 安全隔离不足 有潜在的飞安风险 那么国军会运用联合情节政的手段 去及时掌握台海周边的空情 国防部不敢掉以轻心采取应对方式 以防突发状况 不过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却表示 其用W122和W123由西向东飞行 是为了缓解地区航班增长压力 更宣称对两岸都有利 还说这是中国民航管理的常规工作 从6M503从2月取消飞行偏制以来 运行安全平稳 但实际上却会影响我国的飞航安全 不管是金门机场或者是大陆内陆的机场 有一些天气状况的时候 是不是会交互影响 我相信是会的 会有影响的机场 但就是金门机场 属于国内线 那国际航班其实可能影响不到 游戏向东西对台湾 那哪天现在民航机民航机飞惯 哪天的时候它是用的是军用机 用的是空运机上面载的是伞兵呢 可不可以来不及应变 你来一天应变 它已经在台湾开始吊伞 我认为这个不要完全排除 因为以色列突击乌干达的恩德比机场 就是伟茂民航机飞行 对于中国的片面作为 我国民航局强调W12航路 警铃马祖终端空运 W123各行金门终端 只有1.1里距离 存在一定风险 未来如果遇到有航空气接近 就会要求中方航管立刻代理 确保飞航安全 同时再度提出严峻抗议 也要求尽速协商 明新闻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